Recording in Progress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 眼睛尾掌,上下眼皮轻轻地碰触 睫毛轻轻地相处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 然后我们就舒舒服佛地做 现在是我们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我们舒舒服佛地做就可以 我们现在不管坐着好不好看 装不装眼 现在我们先以轻松舒服 而能维持觉知正面为主 所以 要单盘、散盘、或者坐椅子 都可以 只要我们感觉做下去了 可以做得久 不容易 不容易 酸、鼻、麻、通 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遍 我们全身的肌肉 从头顶到脚底 我们来扫描 我们来扫描一遍 从我们的头部 开始观察 额头放松 眉头也跟着放轻松 眉尖的肌肉也放轻松 哪一位在五一遍 哪一位在五遍中 有皱着眉头的话 等我们知道了 就把它放轻松 鼻子 嘴巴 脸边的脸颊 也跟着放轻松 我们脸上 稍微有挂着笑容 让我们脸上的肌肉 更加轻松 更加轻松 笑容 也会带给我们 好的心情 来静坐 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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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我们十指 手指头 都完全 放轻松 胸部 腹部 背部 尤其是我们的背部 背部 是刚刚好的停止 没有太直 也没有太怂 我们以自己的身体当作我们的老师 也就是说 身体会告诉我们 这样做 是刚刚好 这样做 是舒服了 我们调得 刚刚好 我 腰部 也放松 我们 两只脚 大腿 小腿 直到我们十指 脚趾头 都完全 全 放轻松 全身 都放轻松 全身 都感到失败 失败的 现在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穿着柔软的衣服一般 然后我们来解释看看 现在我们整个身体 就像一个空心的管子一样 没有任何内障 没有任何内障 肾脏 肝脏 小腺 大腺 等等内障 都没有 都是空心的 当我们这样想 当我们这样想 自己会感觉身体变得更轻了 我们也感觉呼吸的时候更顺畅了 然后接着我们一起来 深呼吸 两三下 我们也感觉身体变得更顺畅 我们也感觉身体变得更多 深呼吸 然后再慢慢地吐气 吸气的时候 我们就把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 吸收进来我们的体内 让我们身体变得更多 让我们身体变得更多 所有的压迫感 所有的压迫感 全部都排出来了 只剩下细细腻腻的感觉 我们在一次最深 最深的系细 我们在一次最深的系细 我们在一次最深的隙细 然后再慢慢的吐气 感觉轻松、舒服、失败 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 现在自己感觉好像坐在一个宽广的地方 在这里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 在这里浇进大自然 我们可以慢慢地体会来自宁静的快乐 坐在这里可以完全地 跟外在的世界完全隔开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暂时 把所有的负担 所有的压迫感 一切关爱全部都放下来 现在是神经休息的时间 所以所有的念头我们现在可以慢慢地放下来 也就好比我们用手拿着一个重重的东西 如果拿到一段时间 手开始感到酸酸麻麻 我们就应该把那个重重的东西放下来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也是一样 那些念头 会让我们的心感到积极复复 感到疲倦 老累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念头 全部都放下来 都放下来 当我们的心 当我们懂得放下 当我们懂得放下 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可以感到放松 从放下可以体会到放松 身体放松 身体放松 心中放下 然后我们就慢慢地把我们的心 安放在自己 感觉 感觉 那一点就是舒服的地方 舒服点 还能在身体外面 在身体里面 或者在身体的中央处 都可以 只要我们感觉 只要我们感觉 把心放在那里的时候 没有勉强的感觉出现 对起码 不苦 不苦不乐 也可以 因为不苦不乐 其实 它就是 舒服的基础了 我们感觉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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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想把心 也不想把心 安放在其他的地方了 因为把心放在这里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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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越 定 越 失败 references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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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自己 在 aparthe 的明天 像自己正在泡在放松区里面 感觉 现在的感觉会渗透到我们整个身心 感到失败,失败的 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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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身体 再扩展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 再扩大 到许愿世界 整个宇宙 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 发愿 哪个众生 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 能够离苦得乐 哪个众生 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 更快乐 愿一切众生 比较相爱 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灾难 疫情 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也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 有清静的身 口意 众生醒善 一点二夜都不要去照 愿我们 色神才 钱才 能力才圆满 方便修光德布鲁蜜 愿我们远离所 所有的二人 愿我们 身体健康 长寿 智慧圆满 早日征得 内在的法神 跟随法圣师父 以及团体 修波罗蜜 这道法的究竟 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罪佛陀 每一尊 每一尊 匹之佛 每一尊 阿罗汉 这位我们 每一尊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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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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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帝 请大家 以最发 喜的心 互相 随喜功德 沙 苦 我们 这几天 还是谈到有关地层天界 四大天王天的生活 还有做什么夜修什么功德才准是到那里 我们已经谈到了夜叉 谈到了地居千人 隆破曾经讲过 第一层天界 他们的生活 其实是跟人差不多 只是比较细腻而已 像 人 人有男 有女 还有人妖 前人也有前男 前女 还有 前人妖 很 很复杂 有很多种的 五花八门都有 我们今天来学习新的一种 这是 艺术家天人 有人可能说 咦 龙屁 你昨天不是说要讲 猪的故事吗 为什么 要换 换体目吗 换成艺术家天人 其实 这个故事 艺术家天人 跟猪有关系的 有什么关系 我们来听听看 今天龙屁带大家 带大家到 这是泰国的地图 带大家到布里兰府 在泰国的东北部 为什么要带大家到这里呢 因为在这里有一所寺院 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 就是普通寺院 好像建筑物也 也还好 因为 这个地方 是 出于在比较想像的地方 在这个 想像的地方 这里 在这个寺院 有什么特别呢 有这位法师 有这位法师 叫做 法师 他 不是法身世的 法师 他 有听到我们 法身世 有一段时间 有举办 善知识比丘 这个计划 什么要做善知识比丘呢 就是说我们法身世有开放 如果外面的比修 想来法身世学习佛法 或者想知道 法身世怎么管理寺院 怎么培养人才 可以来法身世 学习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寺院 然后就发展自己的寺院 这个计划很受欢迎的 这个计划很受欢迎的 这位 西里塔多法师也来参加 这是第一个人物 再来 这是鸟 它的名字叫做Gal Gal Gal Gal有一个特性 就是 它的脚是歪歪的 为什么脚是歪歪的呢 因为有一天它正在飞 然后有一个小朋友 很顽皮 它就把这个小石头射到它的脚那里 它就受伤后来脚断掉了 就会变成残障的鸟 这是Gal 第二个人物 应该说第二个 不是人 刚才说一位比丘还有三只动物 这是第一个动物 第二个 第二个 猪 猪来了 这只猪叫做Pet Pet 能够住在寺院 也是不简单的 你看它的眼神 Pet 还有另外一个 Pet 就是 鑽死的意思 另外一只 是Proy Proy 是珠宝的意思 你看呢 它的额多形状 是不完整的 而且 这只猪呢 你看 它的指甲 有五个 很特别 本来人家 อย่าง它 อย่าง猪的时候 就是为了什么 想撒它 对吗 想吃它的肉 但是 那些春明 看到这只猪 有五个指甲 它们就认为 这只猪是 不吉祥的 谁吃它的肉 会倒霉的 所以就把这只猪呢 拿来 放在寺院这里 所以这只猪 就怎么样呢 不被杀 没有被杀了 也算是它的功德 总共一位法师 一只鸟 两只猪 猪 再来 我们看 你看 这两只猪很特别 你看它的嘴巴 是什么 可乐罐 有没有看到 库拉 它 为什么要剪 这个罐子 它很爱干净的 就是如果 谁丝尾 垃圾 它就会来剪 然后拿去 丝尾 在垃圾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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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爱 干净 所以 他们每一天 都会 看 好像 寻罗 的样子 来看哪里 有垃圾 掉在地上 它就去剪 然后拿去 丝尾 那 当 摆一天的时候 它就 上来 法堂 在这里 睡觉 是 猪 在 猪 就是 骗 有一天 西里达多法师 就跟他说 诶 这个地方 不是你们睡觉的地方 是法师 休息睡觉的地方 你们不可以跟法师一起睡觉 你要下去 要睡觉的话 要下去 下去那里 睡觉 这只猪听了 就怎么样呢 它就 回声 嗯 嗯 然后说 嗯 好像懂 这样子 然后就 慢慢地 爬下去 嗯 然后呢 我们 我们看 当它 看到 谁抽烟的时候 把这个 香烟包 乱丢 或者 看到 什么东西 就是 跟毒品有关系 它 就会马上去 咬 咬到 不能再抽 啊 嗯 好像蛮懂事的 蛮懂事的 蛮懂事的 这是 两只猪 还有 这个 Gal 就是 刚才讲的 那只 鸟呢 你看 它在哪里 在法师的肩膀 这里 它蛮懂事的 它蛮懂事的 它听到电话 想的声音 然后 法师不在那里 它就会飞到法师那里 叫法师来 接电话 然后 这样 这样 不错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年前 是还没有手机的 只有室内电话 蛮懂事的 然后 法师呢 也教导 这个 Gal 就是这只鸟说 当 这些小朋友 上来 法堂 的时候 你看 谁做的 不整齐 谁 谁 喜欢 动来 动去 跑来 跑去 你要 帮我 教训它们 所以呢 这位 三指寺 就问他 谁曾经 被 这只鸟 啄过 有没有 用嘴巴啄过 它们都 举手 因为 有的人 怎样 很疲 鸟 看到了 就用嘴巴 灼它 还有 还有 在 瓶 瓶 这 是 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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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ペ 开 开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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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为什么一位法师还有三只动物 才可以这样每天一起做晚课 为什么每天可以一起做晚课 很奇妙的事情对吗 龙破曾经讲过他们的个案研究 至于他们的闲事是怎么样 我们要等明天了 今晚祝福大家 祝大家身心与败生命光明 早日正德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家晚安明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